第六章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墨地经过,他的门徒欺了墨水,用手搓着吃。 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呢? 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慰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事所作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尽了上帝的殿,拿尘切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 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在安息日治病 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 在哪里,有一个人又手枯干了 民事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 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 要得把病去告他 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 在哪里,就对哪夫干一只手的人说 起来 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 耶稣对他们说 我问你们 在安息日行善 行恶 救命 害命 哪样是可以的呢? 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 对哪人说 身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手就伏了缘 他们就满心大怒 彼此相意 怎样处置耶稣 挑选十二门徒 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 整夜祷告上帝 到了天亮 叫他的门徒来 就从他们中间 挑选十二个人 称他们为仕途 这十二个人 有西门 耶稣有给他起名 叫彼得 还有他兄弟 安德烈 又有雅各和若汉 肥力和巴多罗迈 马太和多马 阿勒肥的儿子雅各 和奋裔党的西门 雅各的儿子尤大 和卖主的家略人尤大 耶稣和他们下了山 站在一块平地上 同站的有许多门徒 又有许多百姓 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 并推落西顿的海边来 都要听他讲道 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 还有被污鬼前磨的 也得了医治 众人都想要摸他 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 医好了他们 论福 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 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 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将要饱足 你们爱哭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将要喜笑 人为人子恨恶你们 拒绝你们 欲骂你们 弃调你们的名 以为是恶 你们就有福了 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他们的祖宗 代先知也是这样 论和 但你们负足的人有和了 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 你们饱足的人有和了 因为你们将要饱足的人有和了 因为你们将要哀动哭入 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 你们就有和了 因为他们的祖宗 代价先知也是这样 论爱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 你们的仇敌要爱他 恨你们的要待他好 就助你们的要为他祝福 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祝福 有人打你借边的脸 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 有人夺你的外衣 连女衣也由他拿去 凡求你的 就给他 有人夺你的东西去 不用再要回来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囚借的呢 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 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囚借的呢 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 要如素收回 你们若要借给人 只望从他收回 有什么可囚借的呢 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 要如素收回 你们倒要爱仇敌 也要善待他们 并要借给人不只望常还 你们的赏赐 就必大了 你们也必作 至高者的儿子 因为他因代那忘恩的 或作恶的 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你们不要论断人 就不被论断 你们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遥恕人 就必蒙遥恕 你们要吸人 就必有吸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声斗 连遥大案 上尖下流的 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 因为你们用什么 良气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 良气量给你们 责人之心 责己 耶稣有用 怎么能对你 弟兄说 用我去调你眼中的刺 你借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调自己眼中的良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调你弟兄眼中的刺 两种果树 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 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 凡树木看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来 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 也不是从侄泥里摘葡萄 善人从他心里所传的善 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传的恶 就发出恶来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两等根基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呀 主呀 却不遵我的话行呢 烦到我借女来 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 我要告诉你们 他像什么人 他像一个人 盖房子 深深的滑地 把根基安在盆石上 到发大水的时候 水冲那房子 房子总不能摇动 因为根基立在盆石上 唯有听见不去行的 就像一个人 在土地上盖房子 没有根基 水一冲 随即倒塌了 并且那房子坏的很大 我们可以用来 水冰咖啡的 水冰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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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冰咖啡